大家午安來關心天氣 雷達回覆圖 今天主要臺灣還是受到大地下帶的影響 以及水氣特別的多 好 這個對流主要清晨 今天基本上在整個臺南以南 三個縣市 縣市發布了豪大雨特報 來看看這中小尺度 比較大的對流 不過午後從這個大概中午左右 北臺灣以及中部以北陸續 也擴出了一些對流 那基本上下雨下的比較多了 雖然在南臺灣 但是其實全臺突然長起來 這個對流 短延時的強降雨 都要小心使雨量 一旦超過四十毫米 都容易會有積淹水的災情 而現在這個雨量累積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 剛剛所講到的 除了清晨在高雄 在短短幾個小時 就突破了上百毫米 達到豪雨等級 不過依舊在中部 以及北部山區這幾天 其實全臺都是有雨的 那也就是因為降雨的狀況 像南臺灣水氣比較多 那高溫基本上高雄 來到三十二度 臺東三十一度 但是北臺灣 在整個中部以北 在水氣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高溫還是有機會 來到三十二到三十四度 而接下來雨怎麼下 來看看在降雨的部分 在清晨以及夜間 北臺灣跟東半部 稍微有一點空檔 但是看看南臺灣 顏色依舊比較深 要小心這一波一波的水氣 西南風的迎風面 當然主要在南部 間歇性會比較少 但是北部偶爾會出現一個空檔 但是白天加溫熱對流 全臺都是有顏色的 而接下來雨怎麼下 我們再透過下一張圖表 禮拜五的部分 明天還是跟今天一樣 降雨的熱點在中南部 顏色比較深的地方 但其他的地方 我們看到點狀分布 也就是簡單來說 地形影響有可能進山區 會長出一些對流 或者是從海面飄進來的 明天依舊水氣還是增加 禮拜六稍稍的一點點的減緩 不過還是有蠻明顯的降雨 真正要等到禮拜天 南部出現了一些空檔 但是午後的雷震雨 就會來得比較明顯 下一張圖表 我們再來看看 主要今天這個大氣來的 比較不穩定 就是受到這個低壓的影響 那隨著禮拜六 他逐漸的往西邊來靠近 那高氣壓逐漸的影響 讓台灣的附近的 會來得比較穩定 要等到禮拜天過後 以上是這一節的準氣象